做功德不着相 你只有不断地去除消除 心中的恶念和业障 在走的时候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上四生道 如果你永远把那些恶业藏在心中 在十五岁的时候 你这里有一块恶业 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那里有一块恶业 你曾经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忏悔 没有真正地把它消除 而这些储存在你心中的业障 会越积越多 就像癌症 你没有把它消除 它会扩散一样 人的业障就是这样的 犹如在人间学佛 你们看见了男男女女 你们动了这个心了 你就多了一块黑的东西 明天又动一个心了 你又多了一块黑的东西 长此以往 这些黑的东西就是你的业障 越积越多 为什么师父一看图腾 这个人身上 左一块黑的 右一块黑的 这些黑的东西 等到一旦激活的时候 就是灵性爆发 你就会出大毛病 所以 必须要把自己身上的业障克服 首先 不能有新的恶业在里面 制造新业 实际上 就是在让旧业繁殖 一个人如果 现在不做坏事了 即使过去的业 还没有消掉 但是 他也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如果没有把新业 这个事情看重 就算你在消旧业 念经 做善事 但是 你不断地在制造新业 也只会有 越来越多的业障 那么 新业 要怎么样来预防呢 很简单 克服自己的贪念 沉念 和痴念 有位佛友说了一句话 台长 你帮我看看 我想早点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能跟观世音菩萨讲讲 我能早点去吗 他的境界 是不是很高啊 他不要人间一切 什么都不想做 他想早点离开 他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台长跟他说了 你这个就叫贪 今天该你受的 你必须受足 你还没有在人间 消完业障 你怎么走掉 你又能走到哪里 你这个就是贪 你连这个意念都不能有 公道自然成 菩萨到时候 就会把你带上去 你有这个意念了 然后 你要用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这些业障 消除干净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上去 不是你今天 怕死不怕死的问题 不是你觉得 我要涅槃 我就涅槃 而是靠着一种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 必须跟佛光融合在一起 那么 你想什么 菩萨就能想什么 而菩萨想什么 你就能想什么 那个时候 你也用不着台掌 去跟观世音菩萨讲 你自己的意念 观世音菩萨知道 水到渠成 你就能很快地 超脱自己 所有的这一切 我们说 都是唯空 因为你今天 所有想的 实际上 就叫法空 我们在人间 一切有违法 就是在这个法界里面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暂时的 暂时到最后 就是空了 空了 就是没了 大家想一想 就是无违法 连我们以后都没有了 这个还有什么法 很多人说 我要保持这个法门 我要保持那个法门 法门是一条路啊 让我们走回天上的路 让我们回到 我们原来的 本性 佛性的路 当我们走完了 这个法就没了 这条路 对我来说 就是没有了 就像我们过去有个家 等到我们要死的时候 我们这个家 就不存在了 就没有了 拼命地去追求 那些法的人 实际上 就没有空 而真正舍弃这个法的人 他就空了 所以学佛 要学法空 学佛 首先要立人 什么叫立人 就是做个像样的人啊 你们现在做人 像不像人啊 圣人 你们做得到吗 你们现在 能做圣人吗 你们要在天地之间 而无愧于天地 大家想一想 只有人 是头顶着天的 所有的动物 基本上 都是背朝天的 我们人 是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 所以顶天立地啊 而我们现在 有多少人 没有顶着天 没有立着地 做着鬼的事情 所以 人应先做好 学佛 首先是立人 其次 是学善 善是什么 善为 善修 善念 这个善就是 真正的 能够帮助你 超脱六道轮回的善 这个善 就是慈悲啊 一个人的善心 善念 不就是慈悲心吗 如果这个人 没有善心 善念 他哪来的慈悲心啊 有善视为善 虽然你没有马上 得到菩萨的境界 但是 你必须在心中 有一个基础 这个善业要共享 你必须心中 想着很多的善 并要帮助众生 救度众生者 才称为善 如果这个人 还没有帮助人家 只是自己在学习 修炼 这个人实际上 还不能称为 完整的善知识 真正的善 要学大乘佛法 救度众生 才称为善知识 我们要以戒定慧 来对治贪嗔痴 这是很重要的 必须戒掉很多身上的毛病 我们不贪心 我们就不会愚痴 这就是对治 就是对抗它 比如说 你生病了 你要不要吃药 你吃药不就是 对治你的生病吗 你今天生病了 所以你才需要吃药 我们今天 人有杂念 有烦恼 所以 我们必须 修心 念佛 要学佛理 学佛法 要对治 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 无为法 视为无相 就是没有相 一切有为相 实际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哪来的相 我们没有相 就是不着相 就是我们对世界上 一切东西都放弃了 所以 懂无相 极为空 当我们学佛做人的时候 懂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无相的 实际上 我们又空了 为什么 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穿了 都明白了 实际上 你就空了 对不对 想穿了 不就是想空了吗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有空者 这个人 才会不着相 才是悟者 才是悟道之人啊 学佛 就是悟道啊 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你怎么能够学好佛法呢 师父经常跟大家说 四大皆空 看穿了 明白了 什么都是空的 对不对 所有的一切 均为空 你在空的里面 想得到什么呢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最后得到的 就是空 我们在人间 有钱 有名 有利 最后走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 你能得到什么 你能带走什么 今天某某人 这么有钱 他走的时候 能带走什么 你有五六个公司 又能怎么样 你活得再长 你也得走人啊 所有人的一切 都是五蕴甲合之身 有什么可以看不透的 所以 无争无求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无争无求 有什么可以争的 有什么可以求的 舍下一切 对所有的事情 都不要求 无名利之争 无争斗之心 你今天在单位里 人家对你不好 如果你还会争 你还有恨人家的心 这一切说明 你还没有开悟 这一切说明 你还没有脱离六道 所以 你走的时候 还是在六道里面轮回 看看你们现在 做的一切就明白了 这就是 用无违法 来解脱人间的一切 就是对世界上一切 没有所谓 没有一切能够 作为牵住你的东西 你要把一切 看清楚 来解脱 让我们的自由之身 没有任何的束缚 我们的身体 是自由的 因为我们脑子里 没有牵挂 我们没有烦恼 我们才能得到 真正的自由 而这个自由 是来自于 你的本性 和良心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 佛性 你就不会被他 所有的事情 所束缚住 布施 分没有解脱的布施 和解脱的布施 没有解脱的布施 就是说 你对自己 所做的 善事功德 你没有把它解脱 你没有认为 这个事情 是你应该做的 而是你把它看成 这个事情 是你做了之后 为了某种利益 比方说 你为了学佛 你为了超脱 你为了到四圣道 所有的这一切 你都以为 你在做功德 实际上 你叫 有为的做功德 有目的的 去做功德 你得到的是 善报 让你在人间 会得到一些福报 所以 我们修心人 很可怜 修了一辈子 如果最后 脱离不了六道 下辈子 就是个大富豪 大德之人 那很可怜 一辈子 就白修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明白 我们不能有求 我们不能 有目的地去修 要无所求地去学佛 为名为利 做功德 就是在做善事 虽然 你以为 在做功德 你今天在佛堂里 帮助人家 做了一件事情 你以为 这是做功德 但是 你为了显示 给很多人看 好了 你得到的 就是善报 不会有功德的 所以 解脱的布施 就是无为的布施 如果你布施 是解脱的 就是你 做任何法事 做任何好事情 你都觉得 无所谓 你没有利益 没有目的 你就觉得 应该这么做 你应该好好学佛 做人 就应该这么做 菩萨 就是这么做的 你学菩萨 你就这么做了 无为了 没有目的了 那么 你会得到功德 你会得到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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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